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真事或者是真爱 注意这是个多义词 是个多义词 我们先大声来读一下 cherish 做动词 它的本意是真事或者真爱 就视之如珍宝一般 捧若 视若掌上明珠 捧在手心里边 但是本文中是个重要的派生意 它表示 长期以来怀有某种感情 后面一般是表示跟感情的 什么希望 梦想 错觉 这种东西当比喻 就好像把感情抱在胸中 真事真爱一样 我们注意这两个意思 生活中都很常见 先看第一个表示 真事或真爱 比如说 I'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forever 我将永远地真事 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绝对不会破坏它 我定期给你钱 来保护咱们的友谊 I'll cherish our friendship forever 真事或真爱 视之如珍宝一般 这个动词呢 我们在16课 那是玛丽有特小羔羊讲过 这两个动词都可以表示 视之如珍宝一般 我们再读一下这两个 从名词来的动词 Trader Value 这个Trader本身做名词 叫金银财宝 那作为动词 视之如珍宝一般 Trader is something Value呢 本来做名词是价值 作为动词认为某个东西 非常有价值 所以它跟Trader 可以替换刚才的剧重 这两个搭配可以带你去 可以替换它 那同样的本文中 要是表示这个受真事的 受真爱的 某人非常心爱的东西 就会用过去分词吗 你比如玛丽的 心爱的财产 就会说Mary's cherished Possession Cherished 表示心爱的宝贵的 那为什么受到了 玛丽的真爱吗 那么这个东西是被真爱的 所以叫Cherished 就可以了 同样的刚才呢 我们在16课里讲过 也可以换成Mary's Prize Possession 这个Prize 当然形容词 有这个含义 叫受真事的 或者受真爱的 都可以 那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把刚才的 两个动词换成形容词呢 就是Tradered 或者Valued 都可以表示 受真事的 受真爱的 或者心爱的 什么什么 咱们老师在16课讲过 这个词用它来限定 就不一定很值钱了 卖可能卖不了几个钱 但对这个人 有特殊价值 可能定情之物 或者某个亲属的遗物 所以特别受得真事 我们把这几个形容词 大声读一下 Cherished Prize Tradored Valued 好了 这是指真事真爱 相关的这个一群 咱们要记住的搭配 但是本文中这个Cherished 是第二个重要含义 咱们写作的重点词 长期怀有某种感情 它一般是用感情的词 做编语 我们看一些例子 He cherished the hope of winning an Olympic medal 长期来呢 它都有这么一个希望 是什么呢 希望能赢得一枚奥林匹克的奖牌 你看这个 游牧中希望 这个有 一般同学可能喜欢用have 但我们用cherish这个词 非常非常漂亮 长期来都有着希望 它一直以来都希望 获得一枚奥林匹克的奖牌 再比如说 He cherished the memory of his late wife 这个memory 我们在十四课 贵族歹徒中讲过 可以表示对死者的追忆 这个人已经坐骨了 已经驾鹤西游了 死了 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怀念 他去世的已故的妻子 心中一直怀有对去世妻子的这个追忆 这种感情 这个late 这个后面这个late呢 是一个形容词 那放在亲属的名字前面 是个委婉语 表示已经死去了 故去了的 对他一直以来都怀念 故去的这个妻子 再看 He cherished the illusion that the girl was in love with him 后面不一定会off引出同位语吗 有同位语从事也可以吗 这个一直以来呢 这个男孩都有一种 什么叫illusion 老师讲过错觉吗 他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错觉 他以为这个女孩子爱上他了 那我误会了 其实女孩子对他并不感冒 那个cherished the illusion 叫一直以来都有某种错觉 你看 cherished the hope cherished the memory cherished the illusion 叫长期来怀有某种感情 其实女孩子只是礼节性地跟他打 嘿你好啊 哎 这女孩看上我了 一直都有这么一个错觉 好 这是cherry两个重要含义 我们把第34课的重点的声词课短语呢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希望大家一定要仔细复习 好 声词短语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好 感谢观看